好多人排隊排成了長長人龍 從火車站內排到的車站位 隊伍塘達四百多公尺 幾乎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來 等著要打疫苗 你一點就來排的啊 四點半 幫孫子 站位子 排孫子 大概幾點來的 四點五十分左右 不只媽媽還有阿公一大早 就來幫孫子排隊 甚至還有人遠道而來 從新北 從新北是中 什麼時候下來的 昨天晚上 因為新北要照預定計畫 可能還要到下禮拜 什麼時候還不見得有 有得打 從新北市開車南下屏東 就是為了讓孩子 能趕快接種疫苗 就因為預約真的都被秒殺 那邊來 高雄大樹 高雄大樹 那邊沒有辦法打嗎 其實有時候診所預約 電話真的很難打 而且名額又不多 所以就直接來這邊 那個排隊打交方便 全台輝瑞BNT 兒童疫苗持續施打 屏東市府從5月27號開始 一連三天在屏東火車站 開設大型接種站 總共釋出2000位名額 5月27號跟29號 都只有半天 是上午8點半到11點半 各提供500位名額 5月28號則是全天 有1000位名額可以施打 而接下來兩篇屏東火車站 勢必有出現疫苗排隊人潮 華視新聞周末 和邱俊平 邱顯雄 屏東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